- 國道收費員非常有關係的就是一個叫離職除菌制度 那因為像官場的事件裡面其實最重要的就是退休之前 那你一般私營企業勞工最大問題就是資方欠了以後跑掉了 以前勞退救治的時候勞退救治有保障 但是問題是政府沒有落實政府沒有去監督資方去按金額去做提撥 比如說2-15%很多人都沒有提撥主額在勞退救治的東西 所以官場抗爭一定會涉及到他的退休他之前怎麼計算的問題 那以國道上面的這些約用人員這些約雇人員 他過去都是依賴一個叫離除菌 離除菌的母法就是各機關學校聘雇人員離職除菌給予辦法 那在2008年之後約用人員也就是剛才講的臨時人員 他已經納入勞基法所以他就不適用 所以基本上這邊就是約聘雇 那所以這邊講適用聘雇人員及約雇人員 在2005年之後呢這邊寫著一個叫做 於聘雇契約內訂定聘雇人員每月按月之報酬之12%提存除菌 一半致付一半聘雇機關付 那但事實上在2005年之前是只有7% 也就是3.5%由勞工自己的薪水提交 然後另外3.5%比如說以國道書院來講高工局提交 然後有一個個人帳戶制 那這個個人帳戶制是幹嘛呢 當你離職了以後 離職有很多可能嘛你退休了 你可能約到期了你要結束這個約 然後或者你被file掉 他就給你這一筆離除菌還給你 但是離除菌的問題就是 他最大問題就是他並不是一個 他是一個個人帳戶制 他並不是一個確定給付的制度 也就是說你就想2005年之前 台灣基本上沒有所謂個人帳戶制的這種 這種退休制度 勞工退休金當時叫做 當時是監禁的會有講就是 前15年兩個基數 後15年一個基數 每個基數怎麼算 是你退休前6個月的平均薪資 那這個計算模式完全叫 就是叫做確定給付的計算方式 確定給付就是說我透過一個公式 然後算出來我退休可以拿多少錢 那但是呢2005年之後 勞工退休金從舊制變新制之後 變成個人帳戶制嘛 就是提搏資方幫你提搏6% 你呢資方最低幫你提搏6% 你最高可以提搏6% 到你的個人帳戶裡面 那你可以你退休可以領多少 完全看你在提你提搏金額有提搏到多少 那所以離儲金最大的問題就是 它是一個最早採用個人帳戶制的離職制度 一個退休 某面是一個退休制度 就是他因為像那種約務人員 他又不是用公保 又不是用退府 公保是另外一個層次 社會保險層次 他本來就用勞保 那他就沒有退府 那所以他就必須要有一個東西替代 那他又不具勞工身份 因為勞工退休金是來自於勞基法 那他沒有 他不是用勞基法 他就沒有勞工退休金 所以後來就為了 為了讓他們 不怎麼講 不這麼的想要抗爭吧 所以就後來一個離儲金的制度 那離儲金其實少得可憐 第一個剛才講的制度有問題 它是一個個人帳戶制的制度方式 所以你可以拿到錢 完全看你提搏進去的錢金額 第二個是 他的金額提搏真的太少了 你看2005年現在要3.5% 因為另外3.5%是我的自己的錢 資方真的付的只有3.5% 那後來為什麼倒變12% 是因為2005年之後 跟勞退新制同步變動 勞退新制出來了6% 齁 資方負擔6%嘛 那到這邊來講的話 因為他這邊是一半資方 一半一半勞方 所以就加起來12% OK 好 好 那 所以這邊講嘛 聘估人員工 工 工 工部門自提儲金 應由各機關學校 自行在銀行郵局開立專戶 儲存 支席 並按人分戶 列賬管理 所以他完全是個人性的 好 所以 除了剛剛講個人帳戶制的問題之外 還另外一個就是他並沒有支險費的概念 他邏輯是一貫的嘛 就是 我今天他說一年一簽 一年一簽 一年一簽自然就沒有支險費嘛 雖然他明明就是從勞基法 現在勞基法裡面 他都可以明確知道說 你今天即便用定義契約 但問題是他有繼續性工作的性 他的工作有繼續的性質 好 比如說你約滿了 又再一年簽完 又一年 一年簽完又一年 十年的老大 然後接著他就會被誓成不定義契約 但問題是 現在在約聘庫裡面 他明明國道上面他做了二三十年 但他們並沒有這個機制去把他認為 他是一個不定義契約 好 所以他就沒有一個支險費的概念 好 所以約到他也是隨時可以叫你走人 這樣子 好 所以 離儲金最大的問題就是 第一個他個人帳戶制 金額非常少 好 再來就是他沒有支險費的概念 也就是沒有年資的概念 好 所以我這邊做了一個整理 來做一個簡單的比較 好 那就是作為政府最基層的聘僱員工 要用來替代叫正職的工人員 或是一般正職的職工 好 那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其實是有誘因的 因為他如果要顧用一個職工 職工都會有符合勞基法喔 因為他要顧用一個職工 他要符合勞基法的話 你就看年資 以勞基法第十條 講的是 就是 定期契約屆滿後 或不定義契約 應故停止履約後 未滿三個月而定定新約 或繼續履行原約時 勞工前後工作年資 應何必計算 好 就 定期契約屆滿後 好 然後未滿三個月再定立新約 好 就我剛才講的嘛 我定義契約屆滿了 我一年一簽 但是沒有滿三個月 我又再簽了新的約的話 那都應該要何必年資 那你問 約聘僱員有沒有這東西呢 他根本沒有年資的概念 他一年簽完一年簽 簽了二三十年三四十年 他沒有年資啊 所以為什麼在國道收費員 他打出一個政府簽他一五四八三年 就是把所有國道收費員的年資 全部加總以後是一五四八三年 政府簽了他們一萬五千多年的年資 另外解固規定上面呢 勞基法規定第十一條 非有左列情勢之一者 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 左列是什麼很多 我沒有列出來 你就是說 一般來講 我們拿勞基法的一七條 當作一個就是 解固是最後手段 你必須要有業務警說 你必須要怎麼樣 證明這些事情之後 你才能夠得以解固 但是呢 約聘僱不是 約滿即可解固 這兩個 這兩個基本上是 是加成的效果 我今天即便定義契約 但是我未滿三個約 再簽訂新約的話 我年資都要算 也就是我可以毛面 可以視為不定義契約 而我只要被視為不定義契約的話 那你不能隨時要 預告我 預告終止勞動契約 你必須要符合非常嚴格的條件 但是呢 約聘僱完全沒有 它沒有黏制的問題 然後約滿就可以解固 再來雇用責任方面 第七條上面 第四款 講到說 業務性質變更 有減少勞工之必要 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 這個是解固的條件 那你可以看到說 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 也就是雇主有安置責任 比如說我今天A B C廠 A廠確實業務 它的單量非常少 然後所以少到說 我必須可能要把工人解固掉 業務緊縮 但問題說假設我C廠 還有空間 可以去容納勞工的話 那我必須要把A廠 現在前置的勞工 去挪移到C廠 進行安置 所以這是一個降安置的概念 所以所謂的安置指的是 雇主他有雇用責任 你不能因為他現在看到眼前 這個職位沒有了 他就要把它file掉 你必須要用其他職位來去進行安置 那但是問題約聘僱呢 他在他的母法裡面有訂的東西 並沒有這東西 他基本上他是沒有安置責任的 所以他可以 老實講安置責任是可以這樣子挪移的嗎 什麼我這個廠賣給 我這個東西給你 然後我今天就跟遠通簽一個約 然後請遠通幫我安置 我認為這其實是有問題的 因為以雇主而言 他其實他 比如說高工局上面是交通部 交通部上面是行政院 行政院上面是中華民國政府 中華民國政府有沒有別的職缺 可以安置這些他過去聘僱的勞工 其實是一定有的 所以照理說 從勞基法第十一條之四來看的話 如果約聘僱人員適用這一條的話 適用勞基法的話 雇主也就是政府他是不能夠這樣隨便資遣收費員的 也沒有資遣啦 就是file掉收費員 另外資遣費部分 勞基法第十七條 雇主依前條 就是第十六條 終止勞動契約者 因依下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 簡單講叫資遣費 那我剛才講他沒有資遣費的概念 所以沒有資遣費 另外退休金呢 退休金這邊是勞工退休金條例第23條 勞退我剛才講 從就職變新制已經是一個改惡的狀況 就從確定給付制變成了是個人帳戶制 但是即便這樣 我不是說勞退薪資很好 但勞退薪資的保障都比離除金要來的好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第23條寫 依本條例提交是勞工退休金運用收益 就是勞工退休金有一筆收益對不對 有一個成為一個基金嘛 雖然叫個人帳戶制 但是不是說你今天真的帳戶就變你的 你馬上就可以去提取 不行 你要等待你真的退休 你復活條件之後 你才能夠真的拿出來那筆錢 所以他這筆錢在你的 雖然看起來上面上在你的帳戶裡面 基本上是在一個大的基金水庫裡面 而這個大基金水庫他進行投資 但是現在在勞退的條例裡面的23條 他講說勞工退休金運用收益 他不得低於當地銀行兩年期定存利率 也就是說他保障收益率 就你錢放在那邊 兩年期定存很多嗎 其實也很少 1.4%左右 也就是你放在那邊加成100塊錢 明年就應該有101.4塊錢 1.4%的兩年期定存利率嘛 1.4% 如果不足的話國庫不足 也就是說我今天對於勞工退休來講 皮膚變個人帳戶制 但他還是有一個兩年期定存利率的保障 所以雇主提撥了6%進去 還有加上我自己提撥了6% 12%進去之後 那我是有這樣的保障收益 請問離除金呢?沒有 這是一個比較細緻的一個差異 雖然離除金在2005年之後 從7%變成是12% 實際上雇主負擔6%啦 但是他的收益率的保障其實是沒有的 如果你是老闆 你會顧用哪種員工? 約聘僱 真的是約聘僱啊 那所以 而且那個僱用我剛剛從剛才的脈路來看嘛 雖然他條件上面都是講的是臨時 定期 或者什麼特殊性 這些季節性這些東西 但實際上完全不符合 所以他就是一個延價好用的勞工 用來替代掉正式員工 所以我這邊要做一個 了解這整個背光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來看這個了 而且其實他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他的薪資是到達一定的上限就不會再漲 對對對是沒錯的 所以像我們那邊的工作是 最多是4萬多 不可能加薪 所以他永遠都是處在一種同工不同求的狀況 所以那個是還蠻嚴重的問題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